11月20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 劝染中印两国竞争的话题, 宣称马尔代夫正在成为中印在印度洋决利的所赢。 该文章声称,中国为马尔代夫提供了大量用于基础设施的贷款, 而为了制衡中国的影响力, 印度也在加大对马尔代夫等周边国家的援助力度。 据悉,印度日前向马尔代夫提供资金援助, 以便帮助该国完成一个价值5亿美元的桥梁项目, 该项目旨在将多个岛屿与该马尔代夫首都连接起来。 该报道还披露称, 印度计划给这个项目提供4亿美元的信贷资金, 以及1亿美元的捐赠。 对此,一名了解情况的印度政府官员直言不讳地说, 这是辛德里对中国的回应。 显而易见, 印度向马尔代夫打钱帮助他们, 完成相关项目, 其实并非有心帮助该国搞基建建设, 而是想将该国打造成为对抗中国的桥头堡。 马代在印度心里的地位非同一般, 印度号称国际万金油, 从来都是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主, 这次为了援助居然能做到这个地步, 真是难得呀, 莫非是良心发现了? 非也, 实在是因为马尔代夫的地缘位置太重要了, 地缘学界一直都有一句话, 叫做得印度洋者, 得天下, 因为人类文明的主体是欧亚非三个大陆, 三大陆之间进行交流互动, 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陆路运输, 一个是海上运输, 自从海泉时代崛起后, 海洋运输就成为了贸易交流的主要途径, 好, 那问题就来了, 欧亚非之间进行物资交流正是依赖的印度洋, 可以说谁能控制这里, 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的海洋命脉, 印度一直声称印度洋是印度的洋, 领土野心都已经不加掩饰了, 背后靠的是什么, 一是航母, 二是号称永不沉没的航母, 岛屿, 可印度洋这个地方非常特殊, 它不同于岛屿兴罗旗部的太平洋, 不成航母的数量非常稀少, 号称是海洋霸主的老美, 在这里也只有一个迭戈加西亚军事基地, 那在印度洋, 谁家的岛屿最多啊? 毫无疑问, 肯定是千岛之国, 马尔代夫啊, 谁能控制住这里, 谁就能够在这片大洋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相反, 要是被别人给控制了, 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 这就相当于在印度的家门口, 直接摆上了千艘航空母舰了, 2020年疫情为了留住马带的心, 印度打肿脑袋充胖子, 派出大力神运输机运送了31吨医疗物资, 硬是帮他扛住了疫情, 由于旅游业是马带的经济支柱, 疫情爆发后, 游客数量略减, 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眼看就要揭不开锅了, 为了防止他找新大哥, 印度又一次贴心地送货上门, 给他提供了2.5亿美元的无偿贷款, 印度想要给马尔代夫打钱, 制衡中国只是一方面因素, 更重要的是, 该国新总统上任之后, 一改其前任对印度毕恭毕敬的姿态, 直接要求印度撤走, 部署在该国的军队。 据悉, 目前印度在马尔代夫部署了多架侦察机, 主要用途就是控制印度洋, 监视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 所以说, 印度这时候大手笔给马尔代夫送钱, 说穿了, 就是想要借此收买人心, 希望对方收到钱之后, 放弃驱逐印度驻军的意图。 不过, 新德里当局似乎低估马尔代夫新政府, 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了。 因此, 即便印度大手笔为该国提供数亿美元的信贷资金和捐赠, 但仍然改变不了该国要求印度驻军 卷铺盖走人的决心。 据媒体报道, 11月18日, 印度地球科学部长李吉珠访问马尔代夫, 并拜会了该国总理穆伊祖。 不料, 兵主刚一落座, 穆伊祖就当面要求客人, 印度必须撤走所有部署在马尔代夫的军队, 因为这是该国老百姓的民主意愿。 实际上, 中国对马尔代夫等印度洋沿岸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完全就始出于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考虑, 与地缘政治博弈没有多大的关系。 相比之下, 印度跟美国混久了, 也把美国搞地缘政治竞争的那一套都学到手。 2019年, 中国为马尔代夫成功修建了一座长达两公里的跨海大桥, 而此举却引发了印度的担心, 非说是我们威胁到了它在南亚地区的大国地位。 不就是一座桥吗? 这种两公里的大桥在中国随处可见, 咋就能够威胁到它了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 两千米的大桥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怪, 毕竟是基建狂魔嘛。 与诸港澳大桥相比, 修建在马尔代夫那座两公里的小桥, 简直是不值一提。 可对于贫穷落后的马尔代夫来说, 那可就是神迹了。 马代是个名副其实的千岛之国, 由一千一百多个珊瑚礁组成, 平时各个岛屿之间的交流, 只能依靠小船来往, 这就注定了他们无法进行频繁的人员物资往来。 如果遇到恶劣天气就被切断了。 可中马友谊大桥的建立, 就让他们之间有了一个稳定的交流渠道, 这意味着政府对散落的岛屿的控制力将会大大增加。 既然修桥这么好, 那为什么之前马尔代夫不修呢? 非不为也, 是不能也。 这个国家条件非常恶劣, 由于地处热带季风气候, 每年夏季大雨倾盆, 风高浪急, 根本无法进行施工。 由于周边都是海洋, 岛屿受到海风的侵蚀, 空气湿度非常高, 含盐量也非常大, 钢筋铁管的锈石速度远超陆地, 施工难度如此巨大, 导致各国一直都对在这里修桥退避三舍。 直到2014年, 定级乱头衣的马带找上了我们, 经过我方一番琢磨, 这小兄弟可以处, 于是便帮他们修建了这座耗资2亿美元的中马友谊大桥, 其中1.88亿美元都是我们出的, 形同白送。 大桥建成当日, 马尔代夫前建设部长激动地说, 这是一座寄托了当地人民半个世纪梦想的一座桥啊, 在其他国家表示不可能时, 是中国的建桥团队让我们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从这话中我们也不难发现, 这座大桥地位非同一般。 可人间的悲喜并不相通, 正在导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时, 北方的邻居却显得忧心忡忡。 只要中国在印度洋沿岸国家搞什么项目, 印度马上就往地缘政治竞争方面扯, 非要与中国整个子丑隐谋来。 但问题在于, 就凭印度当下的这种身量, 在南亚地区称王称霸都够呛, 还想要在印度洋地区抗衡中国影响力, 那是在唐币挡车自取其辱。 诚然相比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以及基建狂魔的实力, 印度自己国内造的桥梁坍塌都已成了家常便饭, 还想为马尔代夫修建连接首都和周边岛屿的桥梁, 那不是在对马尔代夫谋财害命吗? 事实上, 我们之所以援助, 不过是因为它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 将来可以作为贸易的中转站使用, 如果它的基础设施不过关, 会影响我们的发挥。 瞧着把印度给吓得, 真是罪过啊。 马尔代夫新总统一上台就要求印度撤军, 与中国对该国的援助没有多大的关系, 而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让他国在自己境内部署军队, 有损该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更何况, 印度在马尔代夫驻军动机也非常不纯, 毕竟, 之前该国经历过政治动荡, 而印度在该国的驻军在其中, 就充当极不光彩的作用。 另外, 让印度在境内驻军对付中国, 也会对马尔代夫与中国合作关系, 带来某种不利影响。 所以, 穆依族上台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求印度撤军, 新德里给钱也不好使。 根据马尔代夫当地媒体的报道, 当地18日, 该国政府已正式要求印度撤军。 由此可见, 不管印度内心任何不甘, 但也已经改变不了马尔代夫要求其撤军的结果。 跟得罪中国所要付出的代价相比, 马尔代夫得罪印度的代价,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 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日前的报道中直言, 马尔代夫正式驱逐印度军队, 这对新德里而言, 就是当头一棒。